第一場 心情如何? 心情 不是如釋中腐的感覺 因為未來還有兩場 最重要是明天那一場 所以我會 剛才完秀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想快點看回表演 想快點看自己表現如何 因為畢竟是第一次去做一個個人的表演 所以應該有很多不足之處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今次的場地不太大 自己會不會想組合一起一次過 搞到一個大場地很搞 沒有說 當然希望自己以後可以有更大的舞台 但是今次我沒有想過分三場 會怎樣 但是我希望自己以後有更大的舞台 剛才隊友爆了你 前年有起別人以前的衣服 對 你接下來會不會大膽一點? 我現在會大膽一點在隊員面前換衣服 對 但我身材還是沒有變過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我沒有變大姐 你覺得尷尬 會不會尷尬 會不會尷尬 我覺得很好 我排舞的時候 其實連手都不敢碰他們 因為很害怕有肢體的接觸 但上到舞台已經有接觸了 你覺得現場做得怎麼樣 我知道 我感覺可能65分 因為未看重播 應該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都不選比很高分 我會不會尷尬 會不會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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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左紀人 會不會尷尬 這個狙 1958 當然要你們 女人物見て都哭了 男人李选�真的 男人女士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有一天 我会想你 我会想你 我想你 我会想你 我根本就想你 你的心 你不爱的 我会想你 我会想你 因为很想冲顺在场连传画个对手 因为很想争一争你爱情换唱狗 想尝亦多荒谱 现彩我心自由 我轮后打伸四道 真的很想把你叫发言了为我拍手 可惜一组牌到你最最后 你心中有欲有信我走 其实我很难够 而在唱到偶像罗志祥的歌曲力量时 江涛还忍不住哽咽流泪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触呢 给我力量 陪我闯荡 也许我来不及将你给了 放在心上 陪伴着每个夜晚 时光匆忙 不曾遗忘 有天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 但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首歌 因为当我被所有人无事看不起的时候 是这一首歌给了力量 是每一到中学每一次上学之前的早上 我都会听一次这首歌 因为我知道每当我回到学校 每当我去到外面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的 所以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小猪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朋友 我都在那时候学会跟我自己最朋友 我刚开始不敢唱这首歌 但是我觉得我尽量明年不哭 母方抢尾 香港报道 我刚才完成了表演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表演 我自己的感觉应该65个 要求挺高的 因为第一次出表演 第一次开自己个人表演是比较紧张 和比较删除 所以就不记得那次了 记性是一个我很需要改变的 所以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不足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但见你跟女舞蹈跳舞 要就着就着 见到一碰就数损了 对 很好 因为我排舞的时候连碰也不敢碰 所以我排舞的时候是缩住手指 不知为什么 就是这样碰 对 我最后想避免身体接触 但是就会被彭务老师说 没有不动 因为我为什么说 这个舞蹈跳舞 也不说我 现在就想要有空 或者是想要的 是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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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turn my heart I will turn my heart 我的心想 都在家 在心 都在家 从中遗忘 随时刻也会走开那些时光 你在心 都在心 对我的理由 Yeah Yeah Y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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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Jay Yeah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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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Yeah 姜濤今晚举行首场个人演唱会 除了有一班MIRROR成员 以及被粉丝们称为奶奶的姜妈 離譜牆之外 周慧敏和張敬軒 也送上花籃為後輩打打起 看你大隻了,是不是呢 快點看回合 她絕對沒有說我大隻 她說我大膽了 她說純粹大膽在別人面前脫衣 但身材沒有變 沒有的 所以沒有想要展示一下 希望有新之年有這個機會 真的有練的 不知道 又沒這麼說 我不想許下甚麼承諾 大家隨緣吧 歌唱中也有感人場面 就是姜濤說回自己最孤獨的時期 也是多得偶像 莫志祥的一首歌陪她度過 獻唱的時候更忍不住哭 真的看到粉絲們都很心痛 那首歌的力量 它是一個很容易、很重大的歌 我一開始不敢唱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會哭 但我們導演說沒事的 但結果我沒有忍住 所以我希望明天這首歌不會再這樣 也不是 也是感動了現場的觀眾 我自己很不希望在台上嚇到 姜濤一號總指音樂會 昨晚順利完成了第三場的演出 在尾場上姜濤特別high 而且還狂犯規 破例拿了台下粉絲的手機自拍 令粉絲不斷尖叫 不過姜濤就說 不是太滿意自己的演出 今晚的確是第三場 所以有了前兩場 我已經知道有觀眾的習慣之後 是輕鬆了很多的 但我要老實說 今天的表現不可以說是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原本以為第三場 會有前兩場的經驗之後 反而會好一點 但是不知道 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第三場隔了兩三個星期之後 反而狀態好像還不是最好的時候 很多舞台的表現力 音準 還有 很多步驟的脫漏 我自己覺得 不是很合格 姜濤在尾場上還有一個特別的表演 就是在台上吃漢堡包 真的很餓 沒有 可能在表演之前 我習慣了吃少一點 所以我昨晚肚餓到 睡了四次都睡不到 我只能到五點才睡 因為 睡了幾次都覺得 哇很肚餓 搞不定 然後半夜三更 就打給我們的導演 我說不如明天 中間的環節是吃東西的 我現在真的很肚餓 然後 他們還在說 怎麼會吃東西 但我說不要緊 我說 因為那個時候肚餓到 因為那時候又不能吃 因為吃了第二天會水腫 所以 很有衝動 就說我在台上吃好不好包餓 就是前兩場完結之後 不斷吃東西 然後我發覺一個星期之後 我重了兩幾次 哇 然後 旁邊的人馬上說 哇 你可以肥得這麼快 然後我立刻說 對呀 還有第三場 因為 自己那個時候 還沒想過還有第三場 就是 沒想到這麼快 後來大家的人提醒我的時候 對呀 真的是第三場 就馬上吃很少東西 我告訴大家 打火鍋是可以 可以很健康 因為 因為我很喜歡打火鍋 但是 你不可能有一些很油膩的打火鍋 但打火鍋實際上就是把東西灑進去 那你清水 灑一些菜 但是你拿出來吃 你會覺得很像吃打火鍋 就是 那個感覺你會很有滿足感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減肥的時候 很想吃打火鍋 可以試一下這個 就是我結束了 就是我結束了 跳完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他們還說結束了 然後 我跟他們說 不如我叫他們 就是 快點離開 就是上台 但是我 接近一些人 立刻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 他怕 他們現在還有力量喊 沒有力量喊就走了 他怕我上隊之後 他們沒有力量喊 都繼續留在這裡 所以 對呀 我很希望下次 都還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 一定會再做得好一點 然後 有的人 各位 我們 會 要 來 讓我們 來 走 走 你 我們 每次 人 你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